唐武林究竟有多强 记得收藏 不然刷完你就找不到了 说起唐武林 估计大家首先想到的不是他有多强大 因为他是斗罗中最悲情的男主角 那么身为挂祖唐三的儿子 唐武林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呢 首先 唐武林一出生 就注定了强大与坎可的并存 强大的是拥有了金龙王的神级血脉 坎可的是被设置了18道封印 需要自己的努力来一一解开 其二 和蓝轩宇一样同为六字斗凯士 也是最高级别黑级机甲师 其三 获得神将称号 能够完成天断 可以说他是真正的断造界第一人 其三 自创龙皇禁法八世 可破万法 尤其是第八招 禁还宇 龙皇药 可直接禁锢一个位面 其四 金王龙十八封印 升级型外挂 当第十八道封印解除之时 实力可达到半部神王 其五 拥有十一个神器 数量仅次于蓝轩宇 其六 斗罗史上第一个神 唐乐一出 粉丝无数 最后 在斗三中唐武林彻底摧毁了圣灵教 帮助传灵塔摆脱千古家族控制 击杀深渊帝君 大结局时为了调和人寿数万年之久的矛盾 和爱气古月纳双双殉情 深埋极北之地万里深渊 因而唐武林才会被誉为斗罗最悲情男主